幫讀影主人重生 全球最紅尖貓Bob要上大螢幕 動物電影一向都能成功吸引影迷目光 但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更能觸動人心 融選2016台北競馬國際影展的電影 遇見尖貓Bob 12月16日即將在台上映 全球最紅的尖貓Bob 遇尊尖要上大螢幕 與男性陸克索德威演出自己的故事 Hello I'm James Bowen And this is Bob The cat that changed my life Give me a high five 詹姆斯原本是個女君子 某天遇見這隻腿受傷的弱小橘貓 雖然詹姆斯自己日子過得不好 但仍然盡力照顧小貓恢復健康 詹姆斯為了Bob努力戒毒 在街頭販賣雜誌拿著破吉他演奏為生 而Bob就乖乖陪伴著他 雖然遭遇過許多困難與意外 但他們互相扶持 給對方活下去的力量 詹姆斯把Bob的故事寫成小說 2012年出版後全球熱銷千萬本 Bob更因幫主人擺脫毒癮 純獲新生 榮獲第一屆英國榮譽動物獎 在粉絲的期盼下 故事改成電影 英國凱特王妃也與詹姆斯報 一同出席英國首映會 引起國際話題 電影12月16即將在台上映 從幫助接貓變成得到貓的幫助 重滅力量感動人心 皮恩 曹新聞 幫助接貓 收穫比想像還多 報導 雲 午後 九十八 百雄 二十八 十八 十八 感谢观看